在上映出事的那个地方 上映后广受欢迎后座力很强的国片 不一样的月光 近来全台包场邀约不断 由于只有北部的戏院有排档上映 这让高雄支持这一出以原住民为题材的国片的影迷们很期待 高雄市政府原民会就包下了戏院 作为不一样的月光电影特应会 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的学生踊跃到场 挤爆了三百人的放映厅 学校有这个消息 然后是需要借这个机会来看 都可以就是 一些原住民的文化 原住民人才还不够亮 这部电影是关于我们原住民 泰亚组的文化跟历史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高雄市的原住民 高中跟大专的学生来一起欣赏 导演泰亚组的陈杰瑶 陪同学生们观赏电影 目的也是希望在场的学生们 都能够有认识这一出电影的机会 以及拍摄原住民题材电影的点点滴滴 而更感谢的是观众们 对于这部电影的支持 在台北 我们已经上映一个多月了 其实就国片来讲这样成绩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到现在我们还在上 因为如果因为有观众的回响 所以才会一直的继续 今年是国片量产的一年 在台湾院线上映的中外电影 不下四百步 而就以2011年台湾电影年度排行 不一样的月光虽然只有四家的戏院 持续上映 但上映不到一个月 票房就突破了两百多万元 目前仍持续攀升当中 超越了许多高成本的国片 以及洋片 企业机关团体包场的模式 更也获得了票房反应 透过了导演的现场分享 不一样的月光 也给了国人不一样的国片感动 记者母丁高雄市采访报道